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又到了我們這個禮拜五要開箱的時間了 那預告一下下個禮拜的抽獎 就是要抽我們這一隻那個 包包頭的雷姆 就是上次阿龍去那個逢甲打到的 那一樣是上面和放抽有影響 不過對於要收集的應該是 應該是沒關係啦 所以我們的雷姆就要記得 還有喜歡那個公仔的記得 來下個禮拜記得來留言抽獎 那這個禮拜的那個拉姆 還有那個招財小鼠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算是開運的那個 那個還沒有留言的觀眾 也記得這個禮拜趕快來留言 我們禮拜日要準備開獎了 好那我們 我們接著進來這個禮拜的那個開箱 他還沒有幫阿龍訂閱的 麻煩先幫我訂閱一下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那這個禮拜的話我們要開箱兩隻 就是以前的老物 然後這一隻的話阿龍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有留 中途打完的時候 我有留錢 就是那個 很簡單的那種西裝褲 加那個白色襯衫的那個女帝 然後另外一隻是 最近受疫情影響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就是 最近你看公仔阿 他上面都會有這個 就是他的那個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正直都不見了 然後他這邊有特別著名 就是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正直製造的業務 是挺白中的 所以他就是變成說 有一些正直 他就是變成沒貼 你在娃娃今天邊應該都有看到 這邊都變成空白 只有那個標示處而已 可是他那個公仔還是正版的 那我們等一下把這隻開起來 就是看 看如果沒有貼正直的話 不知道他的質感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先把女帝做開箱 因為最近的公仔真的是 層次不同 因為 阿龍又收到說 我之前喜歡的那隻那個 泡麵拉膜 聽說日本那邊已經出來了 所以 阿龍很期待 等我到時候抓到他之後 我再 再開箱一次兩隻給他來看 畢竟 有兩隻的那個 成就要給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他這一次打開的那個部分 有 一樣是 上面跟下面的部位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 固定的座這樣子 那我們把他打開 因為阿龍除了是 雷姆教之外 我同時也是 女帝的控 所以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收集 就是造型我覺得蠻特殊的女帝 最好是原汁原味的那一種最好 因為他就是有一些就是 他原本的那個服裝 就是紫色那個本來就很好看 OK 我們把他打開 然後小心翼翼 因為他頭 就不要做特殊保護 感覺看起來還OK 那我們先把他裝上去 他裝好稍微給你們做一下 他就是整個等筆聲這樣子 然後一樣搭配他的那個 紅色的高跟鞋 然後我們把他上去他的那個位置 然後他這一次是用那個 直接用高跟鞋箱住的 然後這樣子給他再看一下 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上班族那種 OL公司的那種 感覺在 那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稍微把它力高一點 大家去看 因為他這個座台有點那個 就是應該是 他有點前傾的作用 因為女帝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的話 拿的時候要相當的小心 那我們緊接著繼續來開 我們的那個 第二隻 第二隻就是我們的 龍龍 這隻合之國呢 因為之前的那個 一般掌龍 我是沒有收集到啦 但是他後來出了這隻新的 我是覺得說還蠻不錯看的 所以 我們就來看看說 我比較害怕他的臉 因為他的臉 嗯 索片上看起來 那個臉 有點太過立體 我可能會不太習慣 那他開開才知道說 就是 會不會跟他索片上的 一樣這樣子 那 因為這隻索龍還蠻有重量的 所以 如果你是索龍米的觀眾的話 我拍完 我覺得可以的話 我應該會推薦你們去收藏這一隻 然後把它打開 因為這隻 關合系列的都比較重 所以 我就對這隻比較有 興趣 那這隻索龍的部位 索龍的特點 就在於說 他的刀子 還有他的披風 也算是配件相當的多 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著名他的那個 三把刀子 還有他這一塊那個 大片的披風 然後他這隻的那個 部位算是相當的多 就是旁邊靠著的這個支架 然後上半繩跟下半繩 這一次頭也是跟他做分開的 可能是因為頭比較小的關係 怕說會 那個 有問題 所以他就是 單獨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那稍等我一下 把它組裝起來 OK 那阿龍大致上組好了 因為他這一次 配件真的是蠻多的 真的是有符合索龍的這種特色 那他最後的這個披風啊 這一次還 做得還算不錯 因為他後面有幫你打一個桶 就是不再是像海軍那樣子 靠上去 就是他是可以鑲上去的那一種 就是避免他披風掉下來 那我們稍微把它組裝一下 抹一下 OK那索龍我們就組好了 那他就是有一個那個 做一個拔刀的動作這樣子 那他這一次的話 披風就是要有一個那個 一個角度進去 然後他會比較好入住這樣子 那我們稍微把他擺高 稍微給他再看一下 你知道 這一次的話 這一次真的是蠻帥氣的 如果他有金證的話 我應該也會考慮入手金證啦 不過 白證質感就還蠻不錯的 所以就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轉後面給大家看後面配件 等一下這次就是配件啦 然後他那個 三刀的部分 還有這件他用索龍本身的重量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的話 這兩隻 算是蠻值得收藏 尤其是索龍 喜歡核之果的 的話 這一次的話 白證也有出來了 所以 要收集的也可以收集這樣子 那 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那下個禮拜 記得要抽我們的那個 包包頭雷姆的 不要忘記了 阿龍有多達一隻福利 要給你們抽 對 那阿龍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其他阿龍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幫我分享出去 阿 不要忘記了 我們每個禮拜一 都會發布夾網紅影片 阿禮拜五的話會開箱 阿 禮拜一的話就順時來留言 阿禮拜四就順備抽獎這樣子 那我是阿龍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